歡迎收看我不和的拿鐵頻道 今天要分享手遊 香腸派對遊戲中10種身份卡的功用與使用方式 如果還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你有看到敵人頭上有顏色的頭毛 表示說他身上有裝身份卡 你可以透過頭上的這個顏色 來區分他是雙什麼身份卡 像現在頭上亮紅色這個部分 是蕭熊的身份卡 接下來就來分享 香腸派對中10種身份卡的功用與使用方式 首先分享五聖身份卡 五聖復生 獲得五聖能力 技能1 快速朝正前方突進 技能2 自身持續旋轉 並對周圍造成傷害 裝備時無法使用投資道具 左邊這個按鍵點下去的話 就可以往前衝刺 最多可以衝到三段 CD值算比較短 右邊這個按鍵點下去以後 就會拿出關刀 對前面的物體或人 可以造成一些損傷 可以直接把敵人斬死 所以這技能算是蠻好使用的 算是比較貼身和近身的 然後像衝刺的部分 他CD值短 所以說你可以在做逃跑的時候 吹殺敵人或是跑圈都非常實用 這就是五聖的身份卡 軍師身份卡 軍師附身 獲得軍師能力 技能1 召喚劍塔 可自動攻擊範圍內的敵人 技能2 召喚八卦陣 偵查範圍內的敵人位置 並在小地圖上以紅點標記 技能部分有兩個 左邊這個技能的話可以召喚劍塔 右邊這個劍點下去後 你會看到左上角的地圖 會顯示一個圈圈 這圈圈可以讓你知道附近有沒有敵人 如果有敵人的話 都會以紅點標示出來 算是非常實用的偵查技能 這技能我非常常使用 因為有時候會把敵人照出來 知道位置在哪裡以後 比較有去追殺他 然後像左邊這個技能的部分 你打開後 他就可以隨意的在地圖中 只要出現藍色的區塊 就可以放置這個劍塔 紅色是不能放置的 當你點下去放開以後 劍塔就自動出現 這劍塔主要是牽制敵人用的 然後在敵人殘血的話也是射得死的 可是這劍塔 他主要來講其實他的輸出不是很高 可是也可以以老敵作用 因為有些敵人在追殺你的時候 他又要提防這個劍塔的攻擊 所以說我還蠻喜歡開這個劍塔出來 在敵人追殺我的時候 或跟敵人交戰的時候 然後劍塔的部分 他會設施類似奴攻一樣 攻擊力算不高 可是賀敵作用非常的不錯 在譬如說 如果看到這個劍塔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把它毀掉 他的話血量不多 因為他只是個木的劍塔 只要用子彈攻擊的話 這劍塔就會壞掉 就會消失 軍事技能的部分 在學生的時候也非常實用 因為你等於是可以開啟雷達 知道敵人躲在哪個位置 甚至他殘血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抓他 飛翼身份卡 我個人也是非常常使用 當你被敵人包夾 或者是被敵人偷襲的時候 你按下左邊這個按鍵 就會產生煙霧 就有像煙霧彈的效果 那在右邊這個按鍵的話 你就可以飛起來 然後往下方去掃射一波 下面的敵人就會直接被收掉了 算是非常的實用 有時候逃跑的話也不錯 你還可以飛走 然後飛到一些建築物上面 然後煙霧彈的部分 他持續的時間算是蠻久的 只要在煙霧裡面的話 視線是非常的差的 所以說敵人根本找不到你在哪裡 這時候 你就從空中去掃射一波 敵人可能就瞬間被收掉了 不管是逃跑跑圈 還是追殺敵人也是非常實用的 冥王身份卡 冥王附身 獲得冥王能力 技能1 產生範圍傷害 並留下持續燃燒的冥火地帶 技能2 立即進入安全的虛空 免疫敵人的所有傷害 冥王這個技能的話 左邊這個按鍵是一個投擲物 你可以瞄準後投擲出去 然後只要被這火燒到的話 就會損血 右邊這個按鍵點下去以後 你就會成為虛空 可以免疫所有敵人的傷害 可以算是短暫的無敵 要特別注意就是 他左邊這個按鍵投擲的部分 如果你丟燃燒的冥火地帶的話 自己在這個地方也是會損血的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沒有燒死敵人 會先燒死自己 大家要特別的小心 只要有看到這紫色的一團火的話 就不要靠近 然後不建議大家在室內裡面 跟敵人太近的時候去丟 因為你投擲完後 敵人倒你也倒了 這個要特別的注意 狼王身份卡 短暫獲得狼王的力量 技能1 強化跳躍能力 落地無硬質 技能2 大幅增加移動速度 擊倒 擊殺敵人回血 只能使用近戰攻擊 狼王身份卡主要的技能 在追敵跟跑圈都蠻好用的 左邊這個按線點下去後 你只要進行跳躍的時候 移動速度是比較快的 可是如果用跑的 反而是沒有增加速度 然後它降落的時候不會有硬質 就是說你不會稍微停頓 它只要從比較太高的地方跳下去的話 它不會有起身的動作 就可以一直往前跳躍 跑圈跟追體也非常的實用 在右邊這個按鍵的話 是算是它的大絕招 它可以大幅的增加移動擊倒跟擊殺敵人回血 打到敵人的話 自己自身的血量還會增加 使用的時候會有CD值 變身後你可以使用攻擊鍵 可以使用狼爪 去攻擊前方的敵人 或者是任何車輛 或者是任何物體 都會造成不錯的傷害 而且在打敵人的時候 你還可以回血 算是一個可以打敵人 又可以回血的不錯的攻擊技能 它左邊這個技能的部分CD值比較短 所以隨時都可以使用 你就可以在逃跑跟追敵人的時候 仿佛的使用 在跑圈上跟決勝的時候 也可以做一個高速的移動 算是非常的實用 神王身份卡 神王附身 獲得神王能力 技能1 單底瞬間傳送 技能2 化身神王 可投擲雷矛 造成範圍傷害 好這個技能的部分 左邊這個按鍵是個閃電 點下去後它會瞬間傳到空中 然後你就可以從空中移動 甚至移動到一些比較高的建築物上面 在逃跑跟收敵都是非常不錯使用的 右邊的按鍵點下去後 就會變成神王 飛騎的高度不夠高 可是可以讓你稍微在地面上移動 再來就是你可以丟直這個雷矛 去攻擊前面的敵人或者是物體 一樣可以造成不錯的損傷 可是這個技能的部分 我覺得要練習一下瞄準 因為有時候丟不準 敵人沒有死 你可能就先被敵人的槍給掃死了 所以說神王這個技能 主要攻擊上來講還是要去練習 然後再來就是神王這個雷矛 如果丟到地上靠近太近的話 也會對自身造成傷害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肖雄身份卡 肖雄附身 獲得肖雄能力 技能1 召喚盾兵 提供強力掩體 技能2 傳送至隊友身旁 肖雄身份卡的部分 左邊這個按鍵點下去 你可以在地面上放置三個盾牌 就是盾牌兵的一個技能 主要來講可以抵擋一些敵人的傷害 像有些地方沒有掩體 當你裝這技能後 你可以在藍色的區塊架三個盾牌 去防禦敵人的攻擊 這個盾牌的話 不是堅不可摧的 如果說有比較強力的武器 也是瞬間可以把它打爆 所以要特別注意 可是它可以抵擋一定的攻擊 算是在短時間上 如果你要補血或逃亡 也可以把這個掩體架起來 右邊這顆按鍵的部分 可以瞬間移動 可以瞬間傳送到你的隊友身旁 當你點下去後會出現隊友的編號 然後你選擇的那個編號後 點下去就會傳送到這個隊友的身邊 然後你也可以去做一個援助 如果他被敵人包夾或是需要救援的時候 你可以瞬間到他身邊 這整張大地圖都可以傳送 所以在經典模式中 算是非常不錯的一個傳送技能 球球身份卡 球球附身獲得球球能力 技能1朝目標點飛行 經典2變成球移動 球狀態下所受的傷害降低 這個競爭人部分主要以移動為主 根據抵傷 如果你今天想要快速移動的話 你可以按下左邊這個按鍵 然後他會指著往前衝一段距離後 往下墜 算是在一瞬間可以做一個逃跑 追擊敵人 一瞬間可以到達一個簡單目的地 右邊的按鍵的話 點下去會變成一顆球 這顆球的速度其實算還算蠻快的 比原本的移動速度快很多 然後你如果被敵人打到的話 會稍微做抵傷 然後可以持續的時間蠻久的 所以說進行逃亡或移動的話 算是非常實用的技能 主要來講 我覺得這技能在跑圈跟追敵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直反覆移動 在決勝的時候 也可以造成一些誘敵 讓敵人搞不清楚你到底要往哪走 然後隊友再去做個包夾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誘敵戰術 甜心身份卡 甜心附身 獲得甜心能力 技能1 治癒立場 立場範圍內 每秒恢復5點的體力 技能2 復活之舞 可復活以死取復活必的隊友 這個技能算是最強輔助技能 因為這個遊戲如果你打經典模式 是主隊模式的話 有隊友狀況下可以裝這個技能 左邊這個按鍵點下去後 可以去做投擲 如果說隊友殘血在補血的話 你可以丟到身旁 也可以為自己補血 在這圈圈裡面的話 每秒會回5點的體力值 像我現在測試是殘血的狀況下 也可以直接在這個技能結束之前 把我的血量給回到滿 所以說這個技能 對於幫自己補血跟幫隊友補血 都非常的不錯用 再來右邊這個技能的部分 當隊友死掉的時候 你可以到他身邊去減復活幣 或者是說已經復活幣已經減好了 你只要點下右邊這個技能 你可以隨時隨地去復活你的隊友 就不用透過地圖中綠色的愛心點去救援隊友 算是一個可以及時救援隊友 非常不錯的技能 非常推薦 如果是四個人組隊 也有一個人裝備的話 對整隊都非常有幫助 左邊這個CD值也算是蠻快的 所以說你也可以持續的幫自己補血 在跟敵人交戰的時候 一邊補血一邊打敵人 也是非常可怕的 最後要介紹的是 引武者身份卡 引武者附身 獲得引武者能力 技能1 將角色拉到目標點 技能2 召喚分身 迷惑敵人 引武者身份卡 也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張身份卡 因為在你裝備技能後 是無法使用下面的爪勾的道具 他的技能的左邊這個按鍵 你點下去後 就可以類似像爪勾一樣 當你瞄準好位置後 放掉後他就會直接往那個方向飛 像我常常就會飛到屋頂上面去狙擊敵人 而且他的CD值又很快 你可以隨時隨地的使用 這技能的部分 推薦給使用狙擊槍的玩家 或者是你喜歡暗殺敵人的玩家 都非常的不錯 再來就是你逃跑的話 這個技能速度也非常的快 你可以直接使用這個爪勾 飛到任何的建築物上面 甚至在逃跑跟追敵 也是有非常大的功效 因為他CD值比較短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持續使用 右邊的按鍵的部分點下去 就會造成一個引分身 會有四個分身往四處跑去 然後敵人會分不出哪一個是你 通常這時候你就可以趕快逃跑 或者是換個位置 不要讓敵人知道你正確的位置在哪裡 這主要也是算是 不要被敵人追殺使用的一個不錯的技能 像我常常遇到敵人在包夾我的時候 就開這個技能 敵人一瞬間分不出哪一個是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跑掉 甚至混在分身裡面去擊殺敵人 像這個遊戲常常會有建築物 你可能不一定可以爬得上去 只要使用這個左邊的按鍵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爬到你想要的建築物上面了 今天就快速跟大家分享 10種身份卡的功用與使用方式 如果你對於身份卡有任何疑問或問題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身份卡的使用功能 如果我有遺漏的地方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補充 如果大家喜歡拿鐵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一個喜歡 持續訂閱我 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我會繼續分享 向常派對攻略與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哪一頻道 中文twitch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拿鐵就可以找到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我們下一個遊戲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